周末没有什么事来黄江会友 顺便到虚乐辉煌的黄江太子酒店看看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黄江广场边上的狮子路口 黄江广场还是那个黄江广场 只不过广场外围新增了不少高楼 广场的一角有一个志愿者服务站 很久都没有来过这里 记得以前处在路过这里 早就是十年前的事了 黄江广场周边是东莞黄江镇的中心地带 相信很多朋友都曾到过黄江 或者工作于黄江 城市在更新改变的是颜值 不变的是记忆 事是沧桑变幻 不变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生生不息之人的信念与追求 多少年之前的往事 多少年之后 你是否还能清晰的记得在这里曾经走过的岁月 广场不大 但却很干净 黄江广场应该算是这里的地标性位置了 很多经过深圳跨式公交都会在这里经过 你可以不知道黄江太子酒店 但你一定知道黄江广场 朋友住在黄江上班是在光明上班 每天开车上下班 他是一位技术人员 很搞不明白为何要住在黄江 住在光明不好吗 可以省点油钱 往这个方向就是往黄江正中心去的方向 反方向就是往太子酒店的方向 城市更新抹去了城市的旧貌 黄江广场公交站大变样了 记得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准备带大家到全国赫赫有名的东莞黄江太子酒店去看看 东莞黄江太子酒店位于东莞黄江江北路和环城路的交汇出 早期是黄江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 东莞太子酒店太子演艺馆是东莞独一无二 且是规模最大的文艺馆 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 由300位专业演员演出的文艺表演以及演艺巨星的名人分采 105间卡拉OK房 迪斯科舞厅以及豪华酒吧等等更为您平添奢华享受 各种名贵酒水应有尽有 在太子酒店的背后还有一个超级游泳池 太子酒店是按照五星级标准建设的高档酒店 曾经是无线电视剧酒店风云的外景拍摄地 当年色黄事件之后 这个酒店无人不知无人不想 曾经男人的天堂大众男人向往的地方 因色黄商拿也被查处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当年东莞最奢华的太子酒店如今已是物事人非 自扫黄之后 现在的太子酒店已没有了当年的辉煌 酒店面上有一个招聘信息栏 还有两张大大的广告牌经费西笔 如今的太子酒店也要挂广告了 生意肯定不比当年 超级星级休闲踏票780元起 如今的价格也不是我们这等屌丝能消费起的地方 价格应该也跟五星级酒店接轨吧 虽然太子酒店没有了当年的辉煌 但也没有倒闭 现在正规的经营着 正在招人 招一些服务员保安这些 主要的是餐饮以客服部的人员为主 薪资也正规了 我想当年在里面工作的人薪资肯定不低 保安也不是普通的保安 现在招的人也没有什么要求 18岁到50岁都可以 工资也是普通工薪族的工资了 包吃包住3000多元这样 每天工作8小时 每个月还有五六天假期 这个倒还是可以的 比较轻松的一份工作 个人感觉这个工作比制造工厂流水性强 8小时之后下班可以干点别的兼职 现在酒店有些场馆已经关了 目前主要做的是住宿 健身还有餐饮 正前方这个位置的场馆已经关闭了 没有开 整个太子酒店也略显冷清 里面没有什么车子 也看不到冷饮 东莞太子酒店的招牌 依然矗立在酒店楼顶 这是太子酒店金油载 不见当年太子辉 太子辉及太子酒店的创办人 东莞皇江当地人杨耀辉的绰号 2014年央视记者暗访后爆出 东莞太子酒店色黄 据传里面的大宝剑 有一套完整的ISO流程 各服务人员进去有专门的人面试 以身材作为定价和定期标准 2013年 东莞太子酒店一年营收4800万元 当年太子酒店的所谓 区域费共分四个等级 最便宜也要600块钱一次 最贵的则高达1500元一次 而当年前些年的最低工资标准 也才1510元 想想里面是多么的高规格 高级别 绝对是一个高档次 以服务一流的场所 这一小段素材是在网上摘录的 本来已经进到里面来了 准备拍摄 但被内部人员阻止 这里是太子酒店里面的桑拿中心 门口停着两辆小车 这一小段视频 佐者是在2019年上传的 据初始那天已经有四五年了 大门依然紧闭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当年酒店最火爆的地方 酒店周围种了好多树 这些树倒是挺不错的 像当年晚上在灯光的衬托之下 在这绿树丛中 灯红酒绿 各路大佬开着豪车 从四面八方而来 在里面喝着小酒 看着表演尽情的享受着 酒店有上千名陪酒小姐 像澳门金鱼缸的方式 任由客人挑选色情服务 金鱼缸是指娱乐场所 有像金鱼缸一样的设备的小姐房 里面看不到外面 而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一种玻璃墙 当有客人过去挑选小姐时 服务员会对着对讲机通知小姐 未出事之前太子酒店中的西餐厅、泳池、酒吧、 商拿房应有今有 商拿中心还陪有专门的培训技师 通过严格的面试体检培训 商拿中心将招聘的商拿技师 按身高等条件分别确定了四个朴子等级 六百元、八百元、一千二百元和一千五百元 因酒店风云拍摄取景而名声大噪 因色谎事件轰动全国 五星高规格酒店中落下帷幕 传奇人物太子辉的光辉旅程也走到了终点 梁耀辉被东莞中级法院判处犯组织 卖淫、串通投标、单位行贿三中罪 被判定执行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的全部财产 太子会的余后一生就要在监狱里度过了 除了太子酒店 北京天上人间的事件同样大致全国上下 天上人间有很多别好 京城第一悬美场 中国娱乐至尊 皇江太子酒店在广东非常有名 广州深圳两边的客人也经常会来这里 2008年金融风暴以前 皇江台起众多 台商也是太子酒店的常客 香港与珠海的客人也会慕名主团而来 太子酒店以其金鱼缸、罗舞选秀 被公认为东莞湾的最大胆的酒店之一 太子酒店新王达2014年的2月9日截来而止 央视新闻直播间上午曝光后 广东省书记胡春华批示严查 尽管2月9日的清查声势很大 但登管酒店老板并不是特别担心 以为这次只不过又是一次例行扫黄行动 到了2月11日后 当公认后台很硬的太子酒店 设黄被查的消息传出 他们才意识到是至少黄窝级酒店老板 而不像以前顶多带走商拿部经理或者部长 随便拿几个小姐顶书 交点罚款 第二天放出来又可以继续上班 从1995年至2008年金融风暴之间 是东莞酒店的黄金时代 东莞酒店经营者像调配鸡尾酒一样 在吃饭和住宿之外 加入香宴和刺激的娱乐方式 吸引客人到酒店消费 客人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 在东莞这个外来人口五倍以本地人口的城市 酒店业生意兴隆就在于满足了客人之大鱼 1995年以后港台外企蜂拥的到东莞设厂 大量外籍中城派遣干部长期驻扎东莞 这些异相各的胜利需求 成为东莞设情业蓬勃发展的第一道催化剂 管事服务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东莞酒店业由制造新而新 也由制造业衰而衰 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 外来订单内减 东莞制造业由盛转衰 商务客逐年减少 庞大的酒店产业集群走到了衰退的转折点 东莞曾经是一块最适合酒店生长的土地 但形势已然发生了变化 制造业不景气 高消费受到了遏制 色情服务的禁止 为东莞酒店业制造了时尚最寒冷的氛围 傻黄对东莞酒店业并不是致命的伤害 而是雪霜加霜 空与华绿的躯壳 有如一个个句号和感叹号 宣告着一个绑复着欲望和深密的酒店时代的结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